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俄罗斯的上议院也批准了俄军支持乌东的分离主义分子 这举动无疑是将军队推进乌克兰的大门 那么稍早俄罗斯的外交部也宣布 和顿内斯克还有卢干斯克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了 而美国总统拜登终于宣布了第一波的制裁 奥美国的财政部表示要冻结俄罗斯的主权债券来往 以及影响俄罗斯国防部资金和军人的金融理财 现在像是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局长等三位普清的亲密盟友 也都在美国的制裁名单当中 另外备受关注的就是俄罗斯跟德国北溪二号的管线案 德国的总理肖子也宣布这项计划终止 而英国同样也宣布制裁五间俄罗斯银行 和三位亲普清的上演大亨 欧盟表示要参与制裁这些承认乌东独立的个人以及银行 不过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情势巨变 国际油价周二应声上扬 布兰特原油的价格已经逼近每桶100美金 创下了七年来的新高 而现在俄罗斯总统普清宣布了乌东两个地区独立 而且还派兵为和 不过美国的联合国大使就批评了 这是以承认主权来淡化他们的入侵行为 替自己找借口 俄罗斯的大动作也让雅谷在昨天全面走跌 而欧洲股市也跌到了七个月以来的新低 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面对乌东地区被独立 只能无力回应乌克兰可能要与俄罗斯断交了 前一天还传出愿与美国总统拜登坐下来谈的俄罗斯总统普清 21号却大动作在克里姆林宫签署政令 正式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 顿内斯克和卢干斯克独立 之后更下令部署军队称之为维持和平行动 加剧恶务危机 普清在长达近一小时的预录电视演说 显得有些激动 把当前危机归咎于北约 并称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是俄罗斯的生存威胁 普清甚至从一个世纪多以前的历史开始谈 把乌克兰描绘成与俄罗斯密不可分的现代构想 直指乌克兰成绩俄罗斯的土地 却在苏联解体后被西方用来围堵俄罗斯 就在普清与乌东签下友好条约几个小时后 已造成两名士兵死亡 12人受伤是今年以来最多 分离势力则说乌克兰部队杀害三名平民 乌东战事升温 联合国安理会在美东时间21号 罕见地举行夜间紧急会议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直指 莫斯科承认乌东地区独立 是要制造入侵乌克兰的借口 目前美国正在与英法德等盟友协调 周二将宣布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 周一美国总统拜登已签署行政命令 禁止对乌东这两个地区进行新投资 贸易和融资 英国首相强森也批普清作为违反国际法 被承认独立的盾内刺客氏 却丝毫不受国际谴责影响 晚间立刻放起烟火庆祝 也有人上街挥舞俄罗斯国旗 俄罗斯卢布则持续走扁 对美元下跌3.3% 而跟普清有同样世界观的莫斯科民众 也支持他的决定 但乌克兰首都基辅民众则坚持 乌东是乌克兰的一部分 并坦言外交已经无路可走 俄罗斯总统泽伦斯基随即召开紧急国安会议 也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电话会谈 控诉俄罗斯破坏和平努力 侵犯乌克兰主权领土 俄罗斯挥军进入乌东地区 是否将成为开战的第一步 全世界都在看 美国下令以迁往乌克兰西部城市 利维夫的外交人员在波兰过夜 也再次呼吁美国公民立刻离开乌克兰 今天的追踪第一线 继续来看到俄乌的情势 我们邀请到的是哈佛甘乃迪学院学者 余文奇 文奇午安 午安 好文奇我们要请教的是 刚刚稍早美国总统拜登 宣布了第一波的制裁行动 要针对跟俄罗斯来往的银行 普京的盟友进行资产相关的冻结 而且备受关注跟德国的北溪 二号天然管线也终止了 还有英国对银行还有事业大亨 都进行了制裁 我们可以看到不分各个国家 他们都是以经济方面的施压 来针对俄罗斯这一次被独立 他们这个乌东地区的独立的宣言 不过对于普京来说 这有嚇阻的效果吗 是的我们先来看 今天西方各国都宣布制裁 其中德国宣布的 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停止运作 可能是影响最大的 因为欧洲40%的天然气 还有26%的石油都是向俄罗斯购买的 虽然北溪二号到现在为止 尚未正式运输天然气 但是意图要减少俄罗斯能源的提供 势必会影响全球的经济 可能还会带动物价的膨胀 那我们也看到了英国和欧盟宣布制裁 中国呢则是尚未正式的公开谴责俄罗斯 那美国除了昨天宣布对于乌东两个地区禁止贸易和投资之外 今天也宣布制裁了两个俄国的银行 以及和普通有裙带关系的俄国商人 以及不允许俄罗斯的主权基金在西方的市场交易 那这都只是第一轮的制裁 美国也说了会继续提供乌克兰防御的武器 并且会加强波罗的海三小国的防卫能力 拜登也说了他相信俄罗斯还会继续的深入乌克兰领土 因为看到俄罗斯继续在为作战准备 包括增加了医疗和血液的攻击 但拜登今天也对美国人民说 捍卫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 因此会期待石油的价格上涨 他另外也重申了西方国家是团结一心来支持乌克兰 如果俄罗斯真的有心要谈的话 外交途径还是有可能的 美国也在亚洲跟各个国家进行外交斡旋 希望其他的国家能够跟进制裁 尤其是在晶片半导体方面还有高科技方面 那俄罗斯呢其实在这些制裁方面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们看到他的外交存底高达了6310亿的美金是全球第四位 他的预算收支平衡 他的金融体系也算是健全 并不依赖美国他的外汇存底 美金只占了所有的16% 另外他也说能源的出出可以到其他的地区 尤其是中国 还有俄罗斯其实是全球农业和金属的外销大国 所以如果真的发生经济制裁的话 俄罗斯能够撑多久 全世界又能够撑多久 所以这一次补丁是到底是有备而来 还是过度的自信 我们是拭目以待的 确实就像文琪刚刚分析的 俄罗斯这一次宣布乌东地区 两个地区都独立陷燃 早就准备好了 像是经济还有相关的措施 不过大家现在更好奇的是 中国大陆对于现在的事态有什么样的态度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跟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热线通话 针对美中和俄乌的情势展开了讨论 而双方的对话当中 王毅特别提到 美国推出的新版印太战略 公开的把中国大陆列为首要的挑战 而且准备把引台制中纳入地区的战略 这显然是对中国大陆传递错误的讯息 而王毅针对了乌克兰危机则表示 任何国家合理的安全问题都应该得到尊重 也呼吁透过对话来缓和局势 而面对俄罗斯的强硬态度 传出拜登政府要跟多个亚洲的经济体 开始进行谈判 争取他们支持对俄罗斯实施 严厉制裁和出口的管制 目前已经获得了像是我国台湾 还有日本新加坡方面的力挺 而由于俄罗斯大量依赖亚洲地区生产的半导体 以及电脑晶片 如果真的要实施制裁 从能源的产制到汽车 3C的用品进口 对于俄罗斯来说都会造成影响 不论是学校的玻璃上 还是水泥墙上都有枪泡的痕迹 不仅如此 很多民宅都变成了废墟 只剩下淡寒累累的墙壁 孤零零的处立在地上 这就是普京宣布承认 乌克兰东部支持分离主义的 盾内刺客人民共和国 俄乌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盾内刺客的武装部队 周日开始撤离民众到俄罗斯 但年龄在15到55岁 且没有俄罗斯护照的男性 必须留在当地的军队服役 登记撤离的居民担心 他们可能再也见不到家人 因为没有人知道 他们将在俄罗斯停留多久 何时情况会好转 中国大陆驻乌克兰的大使馆 则已经在网上提醒民众 储备粮食和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 镜头转到俄罗斯 周一外国媒体拍到一支俄罗斯的车队 向边境运送了武器和军用物资 距离边境20公里处 则有俄军停留待命 而联合国安理会则针对乌克兰局势 召开紧急会议 呼吁立刻停止敌对行动 当前形势下 有关各方都要保持克制 避免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 乌克兰局势正趋于恶化 中方再次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安理会的副秘书长表示 在当前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中 寻求对话更重要 并强调谈判是解决分歧的唯一途径 TVB新闻柯胜雄 陈香如综合报道 不过目前看来大陆的外交部 似乎对于乌东地区的独立事件 是没有表态的 会不会成为他们跟美国之间 经济谈判的筹码 因为最近我们观察到 明英州的议员不断的抱怨 大陆都不买美国的龙虾了 跑去买加拿大的龙虾 而且要说真结点就是 美国和大陆之间的贸易问题 而且美国还警告大陆 如果没有达成采购的承诺 可能再度发动关税大战 您怎么看最近美中之间的经济局势 是的 大家应该记得川普的时代 因为美中贸易逆差过大 所以有打贸易战 一直到了2020年 中美才达成贸易的协商 当时中国是承诺 在2021年底前 会多买2000亿的美国产品 总额应该要达到5000亿 但是我们看到到了去年年底为止 中国只购买了总额的57% 并没有达到目标 而且还比原先2017年贸易战 开始的时候还要少 我们也看到现在贸易逆差是怎么样 2021年的贸易逆差是3500亿 2020年的贸易逆差是3100亿 所以逆差其实是有增无减的 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的是贸易的根源问题 并没有解决 比如说中国政府在 有补助中国企业的补助 还有另外就是在这个劳工和环境法的 实施方面过于宽松 还有就是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并不足够 所以只是承诺说要多买 大宗商品其实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另外就是说我们也看到了 中国虽然有多买美国的农产品 还有在金融政策方面有宽松 然后在这个知识产权方面 也有做很大的进步 但是在疫情的时候旅游业还有教育 是消费大幅下降的 所以其实老实说 川普的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商 算是失败的 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这个情况可能会继续 因为拜登在上了政府的时候 虽然没有完全的去改变 这个川普的关税政策 然后美国商界也是一直在埋怨说 这个美国的关税还是过高 但是美国的贸易代表戴琪表示说 因为现在世界的产业链 其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愿意去为关税来做一些例外的处理 另外就是中美的协议当中也规定了 就是说如果有天然的灾害或者是突发的事件 其实导致任何一方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实行这个义务的话 双方可以就此来协商 只是说现在两国呢 因为其他的问题并没有重启贸易的对话 似乎也没有意愿再去重启这个贸易的战争 譬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两国在世界贸易组织里面呢 他们的贸易纠纷都到现在都还没有得到的解决 所以其实贸易逆差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 我们可能更要关心的就是说 中美两国的贸易为什么会这么样的互相依赖 还有就是贸易不公平的它的最终的原因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除了美国为了选举可能说来给选民听听之外 在这个现在的经济局势之下 如果真的要去改变一些对中国的贸易政策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好我们谢谢文琪加入我们今天这一节的 这一组第一线的分享 感谢你 谢谢 再来带观众朋友关注到的是 农与美味的酪梨 你能够想象跟墨西哥的黑帮有关系吗 美国人非常喜欢吃酪梨 每年都要从墨西哥进口数千顿 所以酪梨农业大发力事 也成为了墨西哥黑帮的威胁恐吓取材对象 就连美国的官员日前到墨西哥巡视产地的时候 都接到了威胁电话 所以美国随即以安全为由 暂停了墨西哥洛梨的进口 禁令维持了一个星期 而在18号解除 但是一周的墨西哥洛梨锻炼 已经对美国造成冲击了 而且市场上也出现缺货 价格上扬 让很多饱受通膨所苦的美国人民 觉得荷包怎么又缩水了 站在车水马龙的道路中间 手举标语 告诉来往用路人 他们是一群莫离采收工 有驾驶当场掏出零钱 给这些突然失业的人们打打气 在墨西哥米雀肯州 也是洛梨主要产地 从本月12号 美国宣布暂停进口后 大量采收工被通知 即日起不用上班了 美国卫生部门表示 旗下官员在墨西哥 巡捕前说法不一 但外界都认为 八九不离十 就是墨西哥贩毒集团所为 美国的进口酪梨 有九成来自墨西哥 近期涨价是必然趋势 一般小市民或许可以为了荷包 先忍住口腹之欲 对于餐厅来说就没这么容易 满满的酪梨酱 撒上洋葱 番茄搭配玉米片 硬着头皮进货 成本上涨 老板只好含泪往肚里吞 撇除墨西哥进口酪梨 美国还从秘鲁 哥伦比亚和芝利进口 但数量上根本缓不济及 现在只能着远于四月 即将进入采收季的本地产 加州落离 让供应回稳 墨西哥政府担心 贩毒集团的猖獗行为 将断送自家农产的商与汉出入 近日派出军队前往米雀肯州 在当地的农地矿坑定期巡逻 防止毒箱们在这里埋设爆裂物 伤害农夫或矿工后上门讨钱 狮子大开口想分一杯羹 但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顶着干燥的强劲风势 这群人徒步前往新昂莱州的干枯水库 这里位于墨西哥和美国德州边境处 是贩毒集团相当活跃的地方 杀害许多无辜民众 他们的家人趁着干旱到水库挖掘 盼望能找到蛛丝马迹 老妇人的儿子2010年失踪 他相信孩子就被埋在 这座水库的某个地方 根据联合国统计 墨西哥的登记失踪人数 多达9.5万人 大多是受到贩毒集团惨害 等不及官方的缓慢调查 亲属们决定自己挽起袖子 挖掘线索 墨西哥贩毒集团的猖獗 让农产品被贴上标签 事实上落里只是个开始 美国农业部近期更将对墨西哥进口的蓝莓 草莓和甜椒展开调查 必求保障当地农民的权益 TVBS新闻组合报道 来看到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目前全球新冠疫情有缓和的趋势 新增病例连续三周下降 而报告当中也显示上周全球新增病例超过了 以前两百万例比前一个星期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一 死亡人数也减少了百分之八 西太平洋地区是唯一新冠病例还在上升的地方 上升的幅度达到百分之二十九 而南韩周二新增将近十万人确诊 防疫部门预测这一波的疫情 也可能要到下周一以及下个月的二十二号 将会达到高峰 一天会有十四点三万或到二十七万人染疫 所以现在西太平洋的疫情狂飙 而在南太平洋是逐步解封 澳洲的新南斯威尔省 维多利亚还有昆斯兰省 周二宣布放宽了室内戴口罩的规定 只有包括大宗运输工具 医院学校等特定的公共场所需要佩戴口罩 追踪第一线加入现场的是北京特派陈运文 来看到的是最近香港的疫情十分的严峻 二十二号单日新增超过了六千人确诊 而且有二十栋的大厦被列入了加强检测名单 而香港在十天之内就有三名五岁以下的幼童染疫死亡 究竟为什么疫情导致现代的禁定呢 交给运文 目前香港疫情持续升温 在昨天是新增了六千多例的个案 并且有三十二人病亡 我们可以看到是这对比在二月初的时候 当时就一百多例个案 这疫情已经是明显上升了六十四倍 官方也坦言 平均每三天就会倍增一次 而现在港大根据这模型推算 认为这个疫情的最高峰将会来到在三月的时候 到时候每日确诊会达到十八点三万人 并且到了三月底 每日平均会有一百名患者病亡 再来就是五月中的时候 可能会累计死亡人数达到三千两百万人 而且提出示警 如果没有采取大规模的行动的话 那届时不排除这个最高峰 将会有六十二点五万人感染 会有将近两百万人被列为 这个是密集接触者必须隔离 而香港也才七百万人 七百多万人 所以目前特首林郑月娥就宣布 从三月份开始将会进行强制的全民普筛 如果不接受筛检的话 将会有处罚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是香港这波疫情 最让专家担心的一个点 就是香港在十天之内 有三名五岁以下的 婴幼儿染疫病故的状况 这样的情形并没有出现在 过去的前四波的疫情当中 所以这样的情形是比较不寻常的 专家也认为说 这不只是一个数字的问题 这背后可能隐藏着 还有未知的原因 所以呼吁港府应该要追踪这些重症 或者是病亡的儿童个案 而目前就已知的个案来讲 他们认为普遍都有出现 急性脑炎的症状 而且主要都会是在前面的两到四天 会先出现上呼吸道感染 然后开始情况就急转直下 很快的就会出现脑炎引发了重症而住院 并且在短短几天之内就病故身亡了 我们可以看到是专家认为目前的儿童的原因来讲 可能是他们年纪太小无法打疫苗 或者是因为过去两年当中 疫情反复没有去需要上课 所以缺乏碰到这些其他的冠状病毒 产生这个交叉的保护力 但有可能他们是有着先天的免疫缺陷 都不排除这些状况 但是专家更加担心的是 现在这个M矿的亚型变异株BA2 已经再度变异了 而这个是传播力更高 感染性更强的变种病毒 这里将有三千个人将要在这个 下午完成核酸采样 可以说这又是一场硬仗 没有本地确准个案 上海区突然封闭一家大型百货 进行全员核酸筛检 搞得人心惶惶 事后才得知原来是接获广东通报 有来自香港的境外移入病例 该人员非法越境 因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这名来自香港的确诊者 43号偷渡到广东珠海 被从珠海搭高铁到上海 接着传染给两位密切接触者 香港疫情大爆发 不少港人逃难似的 到大陆避疫 让沿海城市境界升温 在广东 北京和上海 都有录得来自香港的确诊 和无症状感染个案 广东占最多 有25宗病例 光是21号一天 大陆就有70例 来自香港确诊 就怕非法越境 成了防疫漏洞 包括珠海 中山 广州等地 都发布民众举报偷渡奖金 最高可领人民币50万 香港疫情 受向大陆 港府至今的隔离安排 仍是杂乱武装 有住在一层20人隔禁房的确诊者 为了不传染给别人 选择露宿街头 急于等待卫生署通知 他能到哪隔离 但另一边 却又住在 竹高湾检疫中心的隔离者 指自己快篩已转阴 苦等不到 批准离开 我那天打去问 我说 现在是不是一个阴性 就可以出院 因为前两天 电视是卖了的了 一个阴性就可以走 我打去问 他跟我说 他们不清楚 他们没改 他连政府改了 政策都不知道 我觉得 能解除隔离的人 被迫占用资源 急于得到照顾的确诊 却沦落街头 香港市民对港府的防疫表现 极其不信任 更谎论要配合达到动态清零目标 大陆请出自家抗疫权威 钟南生评论香港疫情 钟南生刻意讲广东话 呼吁港人要坚信动态清零 他还指出 香港要尽快加速推动 第三针疫苗接种率 才能降低死亡率 而大陆指派到香港 协助抗疫的专家团 已经决定延长 待到本月底 香港这波疫情累积至今 已导致145人死亡 其中最小个案 才11个月大 担忧香港防疫失序 是落离产地时 接到威胁电话 随即暂停进口工作 意味着30万的墨西哥 落离产业劳工 一夕之间全部停摆 因为落离成熟后 可在树上维持几个星期 但美国的供应量 立刻受到冲击 而美国在一星期之后 2月18号宣布恢复 墨西哥落离进口 专家表示 尽管禁令时间不长 伤害却已经造成 造成这场落离之乱的原因 也就是内通威胁 美国官员的电话 到底是谁打的呢 引发民心动荡 而大陆境内的本土疫情 有关生产经济 台湘投资重镇苏州 截至21号下午3点 累计确诊逼近百例 其中台资企业联电旗下的 核件芯片制造 以及晶圆电子旗下的金融科技 都有员工确诊 导致这星期产线必须暂停 疫情集中的苏州工业园区 餐厅境内用 超市也管控人流 苏州对疫情采取的必要封锁 市场担忧 恐怕会加剧 镜片短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再来关注长期以来 缺水都影响到了 关中陕北的经济发展 所以大陆现在启动了 陕西省内的南水北调工程 要把汉江水引入关中平原 解决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交给郁文 因为在中国大陆的西北地区 是长期的严重干旱 像是陕北一带 这是陕西西安 这里的人均水资源 只占全中国大陆人均的十分之一 所以现在这项引汉继位工程 讲白了就是引汉江水 进入到这个渭河流域 让北方的黄河水系跟南方的长江水系 可以连接在一起手牵手 也就是陕西的南水北调工程 这个工程的一大关键点 就是这个秦岭疏水碎洞 这讲白了也就是打穿了这座秦岭大山 而且是人类史上头一次从底部打穿这个秦岭大山 我们可以看到是官方说这个整个全场是多达98.3公里 那最大深度是超过2000公尺 并且呢比较困难的是因为他穿越了非常复杂的地质状况 也被专家评为就是综合施工难度世界罕见 也因此无法使用传统的挖掘方式来凿这个输水碎洞 所以他们单位他们这个团队就引进了这两台 国际上最先进的叫做全断面应岩隧道挖掘机 业界俗称为TBM 它的造型就像是穿山甲 但尽管如此在整个挖掘前进过程当中 还是有出现一些风险意外 就像是岩爆摊发或者是涌泉的 比较施工的意外出现 但是历经的长达十多年 这个秦岭输水碎洞就在之前 已经是全线贯通了 那官方说现在已经实现的是 连接长江黄河两大水系之外 未来平均的吊水规模会高达 15亿立方公尺 预估有超过1400万人都能受惠 而且可以改善关中地区 超出这地下水的生态问题 并且可以支撑起这个陕西他们 全省1.1兆GDP的发展 而且这也可说是 中国大陆一直非常自豪他们这个基建狂魔 基础建设狂魔又出现另一个新的代表作 海湾这几天冷嗖嗖降雨降不停 跟反射阴线降有关吗 事实上全球各地都出现了极端反常的气候 而在夏天的阿根廷 因为干旱还有异常的高温 野火烧不停威胁湿地的生态 而美国碰到了南极冷空气南下 温度降了20多度 欧洲也碰上了风暴强袭 是30年来最为凶猛的 整片草原被烧到仿佛末日 橘红景象 马群受到惊吓 快速远离火场 另一头有人挥动长边 持续驱赶马匹 消防队也在旁边警戒待命 阿根廷北部的柯林特斯省野火 烧了几个星期都没有扑灭 近80万公顷土地付之一具 这场大火也威胁到阿根廷最大湿地 有凯蒙厄受不了干旱 还有被野火摧毁的环境 奋力爬到快要干枯的湿地降温 水豚也狼狈地窝在凯蒙厄旁边 晚一步可能跟他的同伴一样 命丧恶火 从不缺水的农业大省 柯林特斯碰到干旱 还有40度极端高温 将近十分之一的土地成了焦土 农业损失估计超过2.34亿美元 然而北半球却是天寒地冻 美国北达科他州94号洲际公路 发生连环状交通大堵塞 事实上全美正在经历一系列冬季风暴 美国天气预报中心描述 重大冬季风暴来袭 近2500万美国人处于警报之下 温度骤降最为显著 从摄氏21度降到零下2度 降雪龙卷风冰雹都会在美国出现 欧洲也好不到哪里 英国罕见一个星期内面临第三个风暴 被命名为富兰克林风暴 几乎英国全境都有洪水警报 由奇光英格兰北部就发布了150起 英格兰小镇大淹水整条街变成河道 交通几乎瘫痪 别忘了几天前30年最强的尤尼斯风暴 才对西欧造成严重破坏 风速最高达每小时196公里 伦敦体育馆屋顶破了大洞 有树倒塌压毁民宅 甚至公车迎面直接撞上倒塌大树 险象还生 荷兰比利时法国通通传出灾情 整个西欧十多人死亡 超过百万户停电 邻近的日本也受强力寒流影响 多地降下大雪 北海道与北路部分地区一片白茫茫 其中千岁市积雪更破100公分 观测史上最高记录 雪大道新千岁机场下午被迫关闭 JR北海道公司从闸晃车站出发的 各级列车全速停开 路面随处可见疑似打滑的车辆 随着气候变迁加剧 极端天气造成的混乱 恐怕只会不断上演 P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确实气候变迁还有棲地的破坏 农药还有杀虫剂的影响 全球蜜蜂的数量在20年内年年下滑 而且蜂蜜的价格年年上涨 原本是产蜜大国的北非摩洛哥 居然出现了人工养殖的蜂群 集体出走 消失不切 如果有一天蜜蜂兽粉消失了 可能会影响人类三分之一食物的来源 眼前这不是鹰甲 原是湖畔码头 马儿门脚下踩的不是沙漠 是正逢大汉的拉古纳湖湖底 智利中部的科利纳 因为蜜圆植物干枯 人工养殖的蜂群缺乏食物大量死亡 没了兽粉的蜜蜂 将影响致力今年七成的水果收成 一万公里以外的北非摩洛哥 昔日有养蜂天堂美称 现在蜂香盖掀开空空如也 连蜂巢都被咬破一个大洞 去年十月开始 摩洛哥人工养殖的蜂群们 就像狠心的情人 每个解释就消失 去向沉迷 因此也很难把蜜蜂们引回来 摩洛哥政府砸下130万美元 给蜂农换新蜂香 引进新的蜂群 但努力都未见效果 除了气候变迁 农药和沙虫剂 也是导致摩洛哥蜂群出走的可能原因 人类滥用沙虫剂 导致蜂的天敌瓦满 产生抗药性 蜂群要拉开诱蜂 与遭满虫感染蜂的个体距离 另一方面当地养蜂人用石蜡做的蜡片 代替蜂巢中的天然蜂蜡板 又用人工糖浆代替天然食物 喂食蜜蜂 种种原因让蜜蜂们对生活品质不满 离家出走 这是墨西哥酷吉马帕市的一个旧仓库 塞巴洛斯突然手挂的阿姨 十多年前租下这里 从零开始学习养风 只想找个生活重心 没想到蜂蜜真的是门好生意 现在这个小小的妇女蜂蜜合作社 年产三顿蜂蜜 75%加工成为蜂胶糖 洗发精和肥皂等 小农蜂蜜受欢迎 小规模养风也成显学 西班牙也积极推广有机蜂蜜 种植蜜原植物不撒农药 在玩蜜食的供蜂 若因农药中毒迷航 无法飞回蜂巢 最终会导致蜂群崩溃 蜜蜂死亡 全球蜂蜜价格连涨十多年 产蜜大国如埃及西班牙等 大手笔半商展 画面简直如同炫富 每年生产上万顿蜂蜜的保加利亚 蜂蜜这重要生计来源 被视为液体黄金 甚至有宗教祝胜仪式 人们带着自家蜂蜜罐 插上蜡烛 由东正教神父祈福 当地民众相信蜂蜜能帮助 他们增加免疫力 抵抗新冠疫情 蜜蜂对人类如此重要 澳洲有个动宝团体 现在鼓励民众 把蜜蜂当宠物养 澳洲共有2500多种蜜蜂 澳洲的十亿蜜蜂基金会 精挑戏选出这种无刺的小蜂 俗名叫做唐包蜂 希望能切入宠物市场 带起家庭养蜂巢 这种无刺小蜂 原本就生活在雪梨附近 澳洲十亿蜜蜂基金会 已经推广制放了上百个小蜂箱 在公园幼稚园 以及民众的庭院中 希望让蜜蜂成为 走入寻常人家的家养宠物 维持当地蜜蜂数量 人们想要成功养蜂 也必须学会善待周围自然环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没错 善待环境 但是现在有机构发现 泰国是全球第五大海洋 塑胶垃圾的制造国 当地企业鼓励大家做环保 推出以回收宝特瓶 还有废弃云网材料 做成的环保佛牌 来到泰国大舍府的这一间工厂 工人们正在整理回收的 废弃尼龙雨网 将混好的雨网 一卷一卷扔进机器里 雨网经过机器高温塑形 取出后变成一块块方形物体 仔细看每个上头都雕有 泰国一名设计师将环保理念融合创意 制成别致的佛牌护身符 环保佛牌有粉色蓝色绿色等等 雾面的墨兰底色 有一种沉浸的美感 有的还配上表带 制成时尚饰品 泰国当地两间企业联手打造 运用保特瓶 雨网等九种可回收材料 鼓励泰国民众做环保 根据美国海洋保护组织的报告 泰国是全球第五大海洋塑销垃圾制造国 一块环保佛牌要价100泰铢 折合约85块台币 除了用现金购买 也能选择捐赠一公斤塑料 换取一块佛牌当纪念品 收益捐作工艺 经过僧侣加持的佛牌 在泰国非常受欢迎 许多人期望佩戴佛牌 增强灵性带来好运 传统佛牌通常用木头或金属等材料制成 可能含有寺庙相会或僧侣头发 也因此环保佛牌在泰国社群媒体 引发部分争议 有人质疑佛牌是否应该有回收材料制成 在太平洋对外的墨西哥有一间企业 从2014年开始成立玻璃收集计划 鼓励居民捐赠空瓶 再将回收玻璃制成饰品和日常用品 玻璃在墨西哥回收市场的价值不高 一公斤玻璃价格不到40美分 折合约10块台币 回收业者根本不屑一顾 这间企业不但让废弃玻璃有了新生命 也培训当地妇女就业创造收入 同时向社区邻里分享绿色知识 回收在生商机会微风潮 杜瓣这间企业 拥有一种全新的绿纺杀技术 用回收宝特瓶制作衣服 口罩和帽子 用铁冻Clone 然后用叠冻 叠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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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铁币 叠冻 这间公司的技术 号称可以减少50%的能源消耗 和20%的用水量 进而减少55%的碳排放量 他们专接各企业 和学校的客制化订单 每年生产数十万件服装 计划今年单日回收 超过120万个宝特瓶 生产高品质的再生衣物 继续推广永续理念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约克维琪在杜拜的锦标赛 击败了意大利小将取得首胜 不过他说虽然法王跟温布顿 都要求他打疫苗 他还是不愿意 球王乔克维琪因为没打疫苗 被奥网取逐出境 今年首次上场比赛 乔克维琪在杜拜网球公开赛第一轮 对上意大利十九岁小将穆萨蒂 乔帅第四局率先破发 以6比3拿下第一盘 第二盘乔克维琪乘胜追击 取得3比1领先 第九局破了对手的发球局 最后只用了74分钟 就拍落穆萨蒂 轻松收下今年第一声 乔克维琪心情大好 向球迷挥手还狂送爱心 只是球王还是学不乖 他接受访问时说 就算不能打发网 甚至温布顿也坚持不打疫苗 只是乔帅的球王宝座可能不保了 世界排名第二 俄罗斯好手没得维夫 如果在本周拿下墨西哥公开赛冠军 将取代乔帅登上闯王宝座 第一月新闻 终于报道 projet出来 健康 终于 活动 此人 小终于 解釈 王宝废 宝废 快要 audiobook Reci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